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林秋燕认为 木斋一定会想到自己会去寻仇 但是在这个时候 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所以林秋燕认为 现在就是报仇的最佳时机 周天昊不同意 认为林秋燕被复仇的想法困住了 木斋明天要过生日 他断定林秋燕会在明天采取行动 倾慕派人埋伏在了附近 林秋燕每每想到 刘全为了救自己而死的画面 就会想起自己的父亲 他在犹豫要不要在现在报仇 周同自告奋勇地说 自己愿意一个人承担 景上很是感动 张子墨也表示 一定会和景上军站在一起 出面处理好这次处户几对风波 三个人意见一致之后 周同说这件事必须要压下来 谁也不说 景上只好答应 张子墨问周同这样做的条件是什么 周同说没有什么条件 只要两位行长把自己当兄弟 这块怀表是你父亲的 我记得你那天夜里 在他身边发现了 因为担心你受到刺激 所以一直没有给你 好好活着吧 对我们来说 最可怕的敌人是谁 在我眼里没有可怕的敌人 那是因为你看不清你自己 你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说 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我的自己 因为只有你自己的情感和仇恨 才会影响你正常的思维 和正常的判断 对我们来说 可以说了吗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的妻子也是吗 妻子 她只是我的从智 谢谢你的信任 这不单是我的信任 明白了 要不是那天 我家里发生了变故 或许我也随你一道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是非常有可能 谢谢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亲人之间还需要这么客套吗 不需要 那我设了吧 我还要向组织上汇报 我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批准你的申请 出座几点 有什么行动 在重庆印制的伪造装处券 已经运地较碍 出座指使我们 利用这些违逼 在敌战区大量掏够战略物资 同时扰乱敌人的情形 望远之伟 到 明天跟我去接受假钞 是 是 秋彦 通知张子墨或者周同过来 一起讨论掏够敌方战略物资的具体事业 是 小丸走和唐二三 准备下一步 掏够物资的行动计划 没问题 行 行 不就是我好钱吗 先生您好 付点什么 咖啡谢谢 好的 请消灯 这个时间段 约你出来喝咖啡没问题吗 景尚去参加了 慕宅的生日宴会 我留下值班 对了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 日伪加大了清香力度 根据地别全面防锁了 组织上要求你 利用你目前的身份 尽最大的客囊 为根据地提供一批 比须的物责 好 另外 军统那边 正在实施一个大的行动 我制定了一个计划 打算利用这个机会 表乱一下 汪伟已在上海地区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一旦被咬乱 倾向行动自然不公自我 真不愧是我们学校的高材上 这正是组织上对你的第二个要求 但是你记着 一切以你的安全为解体 我放心 这个时间 周同应该已经跟周志涛接到了 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好先生 您的咖啡 谢谢 吃饭 吃饭 最初至最后 都没有在街中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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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忠燕是在这里 没有来的 我认识是 没有错 为什么林忠燕来 奇妙 不 他就来 请坐 张子墨要留下来值班 为了不允许敌人的怀疑 我就自己过来了 明白 可以让我看一看伟超吗 有什么问题吗 还可以 对一般商人来讲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如何将这些伟超 变成物资了 我已经和子墨谈论过 伟超数量太大 单扣采购物资 在短时间内 很难完成全部消化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其中的大部分 传入东储银行 将假钞变成真钞 而且可以随时调用 这当然是最好的 只是 有办法瞒混过关吗 是 此墨已经初步制定出一套行动方案 今天下午将会有一笔巨款 进入东储银行金库 运钞车将会在三点左右 路过大连弯路 你们提前布置 在那里完成偷梁换柱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好 准备行动 这么简单的任务 交给我们就行了 你还是抓紧制定一下 套购方案吧 这样我们可以 尽快展开下一步行动 简单吗 我已经想好了 具体的行动细节 傀儡 站住 douche 站住 准备 这下是什么事 下来看 那是什么事 你怎么样 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女儿 停 停 快走 你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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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不要干嘛 不论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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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 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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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抬车 走 你走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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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有些人嗎 恩納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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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 今天 今天 誰也告訴你 他 他在外面 就把他拔掉 是 走 你醒不醒啊 再試一次 開了 這這這 這是真的嗎 這就叫偷梁換柱 這就叫偷梁換柱 趕緊翻回去 走了 好 沒有 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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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倒下 進來 一切順利 我都看到了 这次 谢谢你的配合 虽然我还在审核中 可我已经把自己 当作你们的一个字了 自己的通知 不需要谢谢 我有个问题想问 什么问题 问吧 你为什么要加入军党 是为父女报仇 对吗 当时我没有变的选择 眼前一片气馁 我不知道为怎么办 其实呢 这几年 总之一直在找我 一直在找我 我知道 你一直想加入我们中间 但是在那之前 你必须想清楚 到底为什么要加入 证据我们共产党 我会的 接下来 我们要尽快把手中的假钞 变为物资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察觉 物资从彩库到出城 一律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 多次小批量 在敌人没有察觉某一点 有具体变化的时候 完成任务 这是具体方案 分头行吗 真没想过 花钱也会这么难啊 那是你笨 我笨 有钱花不出去还不笨 谁说我花不出去了 我是觉着这么一点眼花 太累了 想当年本少爷花钱的时候 虽然不是灰金如土吧 但也是一掷千金 吹吧你去 求演这事真不是吹啊 那你那会儿的钱是哪儿来的 我爹给的呀 那你爹的钱是哪儿来的 我爹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将 能没钱吗 中将就一定有钱吗 对啊 你这话呀也就跟我说说 以后出去可别乱说 免得把你爹给坑了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爹要真那么有钱啊 那你爹手下的病 得多苦啊 你的意思是说我爹他 我没说 是你自己说的 我也没说 你说我还能信任你吗 必须相信 刚才都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 你确定 确定 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知道是哪儿啊 花钱去呀 走开 看样子人家财发得不小啊 假的 说吧 想换点什么 盘检西林 可以 你都不看看之前用不用的数据 我只知道你需要盘检西林 大不了我用真茶帮你买 不行 我们必须让这批假钞进入世面 可以 谢谢 谢谢大叔 你现在的状态很好啊 是吗 张子梦还是你的吧 大叔 讨厌 是是是 我讨厌没关系 张子梦不讨厌就行了 他才是真的讨厌你 怎么 有事让你不高兴啊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要不我怎么叫许非凡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非凡 他真没有惹我不高兴 我们好着呢 那当然 当然 我当然知道你们好的人 要不我就不能说 你现在状态很好啊 您真是非凡 阁下 卑职最近调查到 有多股的资金 突然进入上海的市场 购买各种物资 虽然每次的金额不算太大 数量也不是太多 但是阁下吩咐要采购的物资 基本上都被他们抢先弄走了 是什么人在采购 不知道 这些人很神秘 在各个路口设想 绝不能让这批物资流出上海 放心 被指早已安排下去 但至今还没发现 有大宗物资运出上海的迹象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那就说明这批物资很可能还在上海 加紧搜寻 想办法找到这批物资 是 你们银行是怎么回事 给我们的钱都是假的 买东西都买不了 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个托法 是 是我 已经开始了 知道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银行守卫 把顾客清除大厅 关着银行大门 然后来找回他 是 我是周彤 你们马上把营业厅的顾客 更清楚去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周彤军 不好了 秦川军 怎么了 楼下银行 两位行长赶紧签想办法吧 楼下的营业厅已经闹起来了 为什么 有顾客说 从咱们的银行里取到了假币 这怎么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能 可是现在外面这种局面 总不是空窃来风吧 不止一位顾客反映 他们取出的钞票 在买东西的时候 被发现是假币 这不可能 难道 是有人故意再找茬吗 您觉得 有人敢到这儿来找茬吗 好像也不是 看来真有问题 怎么说 我们银行 真的有假钞 您别急 我先去看看 不管怎样 看有什么 报告 材助 一名小林王子 原人思想 小林人 您好 请 长官 久不见 小林 久不见 来 坐 请 请 您好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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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不好意思 小林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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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突然去上海 我只是通过去 明天有任务 对 我看不见了 今晚一起吃饭 吃一杯 你会去哪里 谢谢 我愿意你 你会愿意 让你去哪 你已经有时间了 我愿意你 一直想要见了 我也是 你不想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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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想参加大会 好 请 怎么回事 这 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郭管人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事态这么发展 还会愈演愈烈的 这可怎么办 要是木齿阁下怪罪下来 我该如何是好 木齿先生早晚会知道的 与其等他怪罪下来 不如早早地向他报告 因为出现现代的局面 毕竟不是我们的原因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这就去向他报告 最好得到木齿先生 明确的指示 明白 那这边的事 就请子摩军 周董军费心了 这都是我分内的事 拜托 放心吧 生事已经造起来了 估计明天就会出现更大的动静 去准备吧 真正的较量 就要开始了 小林 来吧 喝吧 长官 我会不会变成了 不认为水 说了 来 好 长官 现在再会参加佐藤长官 会不会参加的事 小林 你怎么会落在你 长官 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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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军队的兵器 会来将军队的兵器 向上发布 向上进行询队 让它们将军队的兵器 通过 起来 相当的事 可能 会不会是危险的事 小林 你太多了 快点 喝吧 来 长官 帝国軍人として 戦死するのは栄光の至り わざわざ 上官に会いに来たのも 悔意を残したくなかったからです そんなに悲観するな 君はきっと無事でいられ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明後日南京に行く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んだろう これもちょうどいい機会だ ゆっくりしていくといい 明日の夜 東海の西洋料理をご授与しよう 花向けの代わりだ そんなことは申し訳ないですよ 言っただろう 私の前では 遠慮しなくていい はい さあ どうぞ さあ 我已经带人检查了金庫 確実发现了大量甲壁 実行は所謂スクプレシイ他的 その貨も付き Jonah 現在からは宿泊から そこからも どうも 是蹊跷 不会的 不会的 我绝对不会出错的 我绝对相信警察罕长 不会出错的 谢谢自莫军 只今天一天 我们就兑换回甲币 五百多万元 如果明天继续挤兑 我们该如何应对 是啊 这该如何是好 我该如何 向崩差先生交代 现在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我们必须统一认识 统一行动 你说得没错 自莫军 你赶快想想办法吧 存放中储家的金库 不止咱们一家吧 是啊 光上海 就不止我们一家 更何况 还有南京 所以 一定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 你是说 甲币 不是从我们这儿流出去的 我完全同意锦上航长的结论 我也同意 谢谢 谢谢 在这种非常时期 我觉得锦上航长就不方便露面了 还是由我来 先另几家银行追责吧 谢谢自莫军 好 那么现在就请锦上航长 把南京和上海的银行地址 还有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告诉我 由我负责跟他们对见 这 事不相反 存放中储院的银行 都是由穆斋先生掌控 我真的不知道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只能把分析的结果 如实地告诉穆斋先生 让穆斋先生来判断了 别别别 千万别 千万别 为什么 那样的话 穆斋先生 一定会认为是我们 是我在推卸责任 不 如果我会跟穆斋先生说 这是我的分析和判断 但穆斋先生 他不会那么想的 您是什么意思 他一定认为 我在推卸责任 让你去解释 可现在 银行里 的确存放着大量的假币呀 是的 但我说的前提是 我们的银行 并不存在假币 可 前提 它不存在呀 数倍之着眼 周同修 谦虚了 都怪我不够严谨 带着几位同仁 一起去青库进行合查 不然银行存放假币这件事情 只会由我知道 不不不 这怎么能怪你 这是咱们银行的规定 是吧 警察合查 对对对 是银行的规定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把这件事 押住 是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想封住他们的口 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是的 但只有封住他们的口 锦上行长 才能彻底拖得了干系 是啊 是啊 周同雄说得是 说说你的办法是什么 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吧 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吧 说出来 你们又难以脱开干系 所以只要你们信任我 这件事情 就让我独自来处理吧 谢谢周同修 说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是啊 只要你让我脱离干系 我什么都答应 只要锦上行长 张副行长 认我这个兄弟 我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像你这样的兄弟 我打着灯笼刀难找 周同修 谢谢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认了你这个兄弟 我们就一定会帮你解脱 是的 你就这么相信 我们会帮你解脱 你解脱吗 是的 什么意思 在这个时候 他一旦出手 势必会留下首尾 如果我们处理不好 他只有死路一条 子毛雄放心 我一定竭尽全力 保全兄弟 我知道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他 但是有的时候 并不是人立刻为之 是 与其三个人受连累 不如我自己去试一试 我果然没有交撤你这个兄弟 周同修 谢谢 好 既然锦上行长已经认定了 我张子墨 责务旁赖 但是为了保全周同兄弟 请请上行长 务必按我的步骤配合 请子墨兄弟放心 我一定对你言听计从 谢谢周同修 这是我的荣幸啊 谢谢周同修 对 你想好怎么处理那几个人 哪几个人 就是跟你一起去金库的那几个 不用处理 不用处理 我根本就没让他们看到贾成 好你个周同 竟然把我也给蒙进去了 哪能啊 有什么能够蒙得住你的眼睛 你呀 你真认为 我会带几个人去倾典贾超啊 这 那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呗 那你当时一定觉得我挺笨的 倒不就是你笨 就是觉得 直接说 我接得住 就是觉得你有点缺 缺心眼 那不还是笨吗 可是你不缺啊 谢谢 对了 那几个人啊 以后咱们有可能还用得着 明白 政府就帮我 在南京取得秘密軍用物資 在最速的調查 在中台上進入 恐懼 危險的任務 秘密軍用物資 一会儿我先去 一趟警察航长办公室 三十分钟之后 你带我的办公室来 好 切记 在银行开门之前 你一定要准备好 放心吧 一会儿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听我指令随时准备出发 是 是 得好 好 好 中国贸易包球部の最新の研究によると 未確認ウイルスの繁殖速度は早く 短時間に神経注尤を掌握でき 意識を失わせる そして呼吸麻痹により心に至らせる このウイルスの最大の特徴は 身体機能を次第に衰弱させ 72時間以内に肩を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故に3日後以降に接した者には何ら影響がない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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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